一路朝阳的感情戏进展得真快 以结婚为目的恋爱 李穆佳很快和黎光在一起了 两个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的感情要想修成正果 也是要有一番波折的 对于黎光和李穆佳的感情 吴建秋是看好的 不过 吴建秋还是在李穆佳最得意的时候 给他介绍了一个豪门太太离婚案 这是一个警钟 也是吴建秋对李穆佳的磨练 因为有了黎光女友这个身份 李穆佳不仅感情充盈 她的事业也到了起飞的阶段 当然 李穆佳是一个务实的姑娘 她不会为了感情耽误工作 更不会因为一步登天而迷失自己 尤其是 她代理了豪门太太离婚案 我就更加清醒了 李穆佳接手的这个离婚案 是吴建秋捡来的 客户是吴建秋儿子同学的妈妈 原本她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不用出去工作 每个月老公给她三万元的家用 但是 老公突然提出离婚 父太太彻底的蒙圈了 于是 她找到了吴建秋帮她打官司 父太太 人长得很美 不过 她却是一个没有心眼的傻白甜女人 她知道 老公在外面有女人 但因为自己没有生存能力 她也一直选择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不过 老公还是厌倦了她 想要和她离婚 不仅如此 父太太的老公是一个很有心机的男人 她从结婚开始 就从来没有对父太太真心过 她的公司 理财 房产等 从来没有对父太太透露过 除了每个月给她三万元 其他的资产 父太太完全不知道 走到了离婚这步 父太太的老公早就已经算计好了 她把所有的财产全部转移 然后才提出离婚 只答应给父太太一百万元的赡养费 父太太彻底失去了主意 才找到了吴建秋帮她打官司 李沐家也成了她的代理律师 不过 从几次与父太太的接触 李沐家也发现 父太太不但没有主见 而且还有点是非不分 这样的女人的确是挺乏味的 难怪她的老公将她当花瓶 一旦她年老色衰 就想把她扫地出门 一路朝阳父太太是和李沐家 吴建秋完全不一样的女子 从她的官司 李沐家也学到了很多 这对她嫁给离婚 也有很大的注意 一路朝阳中 父太太的戏份并不多 她算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不过很多观众都觉得父太太演熟 这个角色是由演员月染饰演 月染现在也算是婆婆妈妈专业户 演了很多观众熟悉的角色 在去有风的地方中 月染饰演陈兰芝这个角色 剧中是李沐饰演的谢知遥的后妈 陈兰芝是一个很能干 也很温和的女人 她对谢知遥也很好 所以 谢知遥和她这个后妈 也没有太多的隔阂 陈兰芝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她知道谢知遥喜欢许红豆 对许红豆也是刮目相看 作为一个后妈 陈兰芝做得很出色 去有风的地方中 陈之兰是一个很精明的女子 月染的表演也很贴合角色 还有新洛宁成堂这部剧中 月染饰演雪清新一角 剧中是陈渊王的王妃 也是嘲讽的母亲 月染的古装扮相非常的漂亮 雪清新一角 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以家人为名 天才基本法 猎场 大秦帝国之猎变等剧中 月染也有出演角色 月染是1979年出生 她的经历非常的丰富 她出道的时候 是一个歌手 还曾上过央视春晚 她还做过主持人 主持过央视的动画城 别看现在 月染总是在偶像剧中担任配角 她刚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是以演证剧和悬疑剧为主的 月染年轻时候的代表作 是飞虎神音 猎鹰1949这样的作品 月染的演技一直不错 人到中年后 虽然月染现在大多数都是演配角 但她的资源还是不错的 月染出道多年 她的感情一直是一个谜 有人说她已经结婚产女 她的老公也是一个演员 不过 对自己的私生活 月染一直很少提及 尤其是 人到中年后 月染更是低调 她现在的经历 也主要是放在演戏上 一路朝阳中的戏份并不多 但月染却把中年 傻白甜的傅太太形象 演绎得很传神 也期待着后续剧情 愿然能有更加精彩的表演吧 在这里的电梯中的电梯里面 在这里的电梯中的电梯里面 一直是在电梯里面 与着电梯里面 莫名单的电梯里面 放在电梯里面 对于氏太太太 就是我发现 水平均地面 这是为了